跌坐在地上的男子 渾身酒氣 受了傷 救護人員立刻將他送醫救治 24號晚間9點多 喝醉酒的他 動手打人 卻反被打倒在地 原來當時陳姓男子 在路邊講電話 竟然遭到罪漢攻擊 當下揮拳反擊 把對方打倒在地再壓制 等候警方前來 身材壯碩的他就是曾經殘連 台北牛肉麵節冠軍的 牛肉麵店老闆 老闆的牛肉麵 以牛筋條炒過 在燉煮牛肉麵香氣十足 頗富盛名 連續兩年在台北 國際牛肉麵節 殘連先十足 紅燒競賽冠軍 肉一定會先炒過 因為牛肉條 它本身油脂夠多 那我就是一定要過炒 還過炒 把它的香味 把它逼出來 沒想到身材壯碩的老闆 到超商買煙 莫名遭到罪漢攻擊 他反把罪漢打倒在地 是一名酒醉的男子 誤以為在路旁講電話之男子 為照片行轉成連 而與其發生肢體衝突 雙方均有受傷 以違反社會秩序回戶 以請採取 TVBS新聞 顧守昌 探探報導